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黃明明 歡迎收看今天七月二十六號的新聞 全球化 在疫情新聞方面 臺灣已經連續兩天沒有死亡案例 本土病例也降到十人 但是為了防堵Delta變種病毒 外籍人士將禁止入境 另外新冠疫苗預約平臺 明天起進入第四輪 三十八歲以上都可以預約接種 星期五開打 國內新冠確診病例 新增十一例 其中十例是本土病例 一例境外移入 也連續兩天沒有死亡病例 在新增個案的分佈中 以臺北市四例最多 其次為新北市桃園市各三例 而境外移入個案與二十號 臺南偷渡客漁船事件有關 而國內新一輪疫苗預約 也將從二十七號上午十點開始到二十九號中午十二點截止 這一次開放的是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十一號韓以前出生也就是三十八歲以上民眾 另外日前宜蘭基隆因受颱風影響暫停接種者以及第三輪已經收簡訊單位完成預約者這一輪共計有一百四十四萬人疫苗施打預計從七月三十開始同樣是接種AZ疫苗 雖然國內從二十七號開始調降警戒標準到第二級 但指揮中心考量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回升Delta變異株持續傳播 為了避免境外移入病例增加 決定持續執行邊境嚴管措施 另外指揮中心也公布最新COVID-19疫苗接種後死亡的統計 通報新增二十三例死亡 其中有一名二十六歲男性接種AZ疫苗後 五天不幸過世 為國內最年輕接種疫苗後死亡的個案 指揮中心表示這一位二十六歲的男性本身有罕見疾病 接種五天後被家人發現沒有生命跡象 目前已由地方衛生所完成香驗的程序 此因是呼吸衰竭 記者我有陳立鋒推報導 臺北市今天新增四個本土病例 特別受到注意的是 臺北車站先前傳出有四名清潔人員確診 還有另外三個家人也被傳染 北車一樓商店街將停業三天消毒 到後天才會開門 而確診者工作範圍的廁所也要關閉三天 臺鐵臺北車站一樓五十一家商店 拉起鐵門張替公告停業三天消毒 二十八號才會復業 北市府證實臺鐵北車外包清潔公司二十二號到二十四號 累計有四名清潔人員確診 由於確診清潔人員平日工作範圍 包括北車大廳一樓和一樓夾層廁所 包含東一東三和西三門的三間廁所 關閉加強清潮 禁至三天 但車站售票作業照常運作 北市府公布雙北清潔人員群聚案異調 二十三到二十五號共七人確診 包含五名清潔員一名計程車司機和一名市貿易館保全 都是清潔員同住家人 台北市二十六號新增四例本土 病例 客戶者坦言只要每日感染在十例以下 不明感染員在兩例以下 就會逐步放寬管制 二十七號三級警戒降級 北市也公布補教業開放指引 如果有確診者足跡停課三天 確診一例停課十四天 復刻需全員快篩陰性 至於中央針對莫德納疫苗 借期回收 全臺有七萬多劑 台北市就佔了一萬多 市府澄清是臺北市中央專案多 新北市二十六號新增三例都是居隔陰轉陽 這也是三期警戒以來 第二度零感染源新增 市長侯友宜強調 未來將持續透過精準疫調 釐清感染源和是否有群聚的數據來監測疫情 社區衰遣站也會持續運作 並觀測 包含人流 車流跟景點的活動狀態 侯友宜強調 只要拿掉口罩病毒就到 拿掉口罩將是最後一道防線 下降到二級警戒 每一步都要穩穩的往下走 直到恢復正常生活 記者臺北報導 最近有不少民眾飛到關島打疫苗 而先前曾經跟臺灣有過旅遊泡泡 後來市場反應不佳的帛琉也想要搭上疫苗假期熱潮 今天我國相關部會開始討論一個重點 就是能不能同意返臺之後免隔離 如果指揮中心能夠同意 將可以大幅提升帛琉行程的吸引力 臺灣本土疫情三級警戒降級 面對帛琉積極期待重啟臺博旅遊泡泡 臺灣旅遊業者重燃希望 二十六號上午十一點與外交部交通部開會討論 訴求反國免隔離 以提升遊客參與的意願 因為不只關島 到帛琉一樣也能夠度假間接種疫苗 根據旅遊泡泡的精神 回來臺灣是不需要去住隔離旅館 這個部分來講又省了隔離旅館的費用 這個部分確實會影響到買氣 帛琉泡泡會比關島有精神性 無論是嬌生還是輝瑞莫德納 帛琉通通都有 而帛琉當地人口也有百分之七十五已完成疫苗接種 達成了群體免疫目標 備受關注的返臺五天內要做PCR檢測 以及十四天內要自主健康管理的措施指揮中心會送訪嗎 由於帛琉的防疫表現家至今維持零確診 臺博雙方也都有高度意願 持續積極推動觀光往來 外交部指出將配合指揮中心的防疫政策 並且在相關計畫方案取得具體進展之後 儘快向外界說明 記者 預謀殺害總統 其中兩個人還是法國退役軍官 但是官方並沒有公布詳細的犯案動機和過程 當地政壇人士則非常憂心 總統拉喬莉娜 很可能會藉著這一起暗殺事件擴權 危及民主 嫌犯住處搜出大筆現金 步槍跟多枚子彈 印度洋島國馬達加斯加上週破獲一起預謀殺人案 殺手打算下手的對象 竟是國家元首 也就是總統拉喬莉娜 馬達加斯加檢調暗中調查好幾個月後 這個月二十號突襲歹人 六名嫌疑人中 有兩人是法國退役軍官 其中一人還曾擔任 拉喬莉娜的顧問 不過檢調沒有透露更多細節 事實上 這已經是馬達加斯加近日偵破的第二起 預謀殺人案 六月底時軍方也宣布 阻擋一樁暗殺高階將領的陰謀 馬達加斯加脫離法國殖民後 長年政治不穩定 被嫌犯鎖定的總統 拉喬莉娜 二零零九年在軍方支持下 透過政變掌權 二零一四年才下臺 前年她贏得大選再度執政 但上臺沒多久就遇上大流行和嚴重飢荒 政府應對方式卻是以擾亂公共秩序 危害國安為由 大量關閉媒體來減少對政府不利的報導 當地政治人物就憂心 拉喬莉娜會借暗殺案擴大政府權力 讓當地搖搖欲墜的民主再度陷入危機 公視新聞 許萬寧編譯 而在暗殺總統的新聞之前 馬達加斯加經常因為鬧飢荒 登上國際媒體版面 當地的乾旱情況極為嚴重 農作物養不活 人民被迫吃黏土 嚼樹根 甚至連坐鞋子剩下的皮也煮來吃 國際組織估計每個月至少有三百多人餓死 辛納基帶著八個孩子 住在馬達加斯加南部 飽受乾旱襲擊的地區 他們的茅草屋 甲土四壁 女兒甚至連衣服都沒得穿 以一張米袋裹在身上 而米袋也是兒子晚上睡覺的被子 當地連續幾年鬧乾旱 加上沙塵暴來襲 重部觸弄作物 去年初就爆發飢荒 情況至今沒有改善 除了吃树根 有些人饿得连做拖鞋的鞋瓶剩料 也种来吃 年有国估计目前马达加斯加有上百万人陷入饥荒 主要是因为气候变迁所造成 专家则估计人口爆炸和自然资源枯竭 也是闹饥荒的因素之一 2019年上台的总统拉乔丽娜 透过推特宣称将进行140项计划 针对农业 饮水供给 公众服务和健康医疗等层面 来改善南部饥荒问题 但民不聊生的情况却越演越烈 而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数到底有多少 马达加斯加官方并未公布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手则估计 最近几个月至少有三百四十人死亡 目前急需七千八百万美金的粮食援助 呼吁各界慷慨解囊伸出援手 公司新闻在会名便宜 最近全球各地不但轮流发生大洪水 也同步燃起森林野火 尤其是在美国西岸 正在延烧和已经焚毁的林地面积 加起来有六个台北市那么大 原本直挺挺的树木经不起烈焰焚烧 就这样在火石中倒下 从七月中旬开始延烧的 狄克西森林大火 火场位在美国加州中部偏北 短短两周延烧面积 已经超过七万八千公顷 接近三个台北市大小 也是加州的森林野火季节 开始以来当地灾情最严重的一次 同样位于西岸的奥勒冈州 灾情更加严重 南边临近加州的薛桶山 正在延烧或已经焚烧的林地 超过十六万两千公顷 总计两个州加起来 因为火灾威胁而被迫避难的民众 最多时达到两千人 大西洋另一边的欧陆地区 野火灾情也不遑多让 意大利西边面积仅次于西西里岛的 第二大岛萨丁尼亚 火场面积还大于高雄市的左营区 加上三明区超过四千公顷 被迫避难的岛上居民将近一千五百人 另外包括警销人员与红石自会的人力 当局部署了七千五百人 在岛上执行紧急应变措施 欧洲新闻台日前的报道指出 环绕地中海的欧洲各国以及中欧地区 今年夏天会遭逢创纪录的高温 事实上从法国南部和西班牙东部 到接近土耳其与希腊的塞浦勒斯岛 纷纷出现规模不等的森林野火 也加重了各地的热浪威胁 除了森林野火和破纪录的高温 包括中国华北与欧洲的洪水灾情 都在联合国气候变迁专家会议上 成为关切与讨论的焦点 公事新闻许佳人编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上周前往西藏视察 纪念解放军占领西藏七十周年 这是中共领导人三十年以来 首度正式访问西藏 这一趟行程是等到结束之后 才由官方媒体发布报道 但是仍然引发为什么选择西藏 却不去河南勘灾的批评 戴上藏族的哈达挥手示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二十一到二三号 前往西藏 在当地访试三天 这是中国领导人三十年来 首度正式访问西藏 习近平这趟访问 声称是要纪念解放军 掌控西藏七十周年 他上周三抵达林芝市巡视 随后搭乘新启用的铁路列车 前往首府拉萨 走访寺庙 并参访西藏流亡精神领袖 达赖喇嘛先前居住的 布达拉宫广场 在当地发表演说 强调中共西藏政策正确 要藏人跟党走 接着向解放军精神喊话 虽然是重要访问 但习近平没有公开视察行程 直到访问结束 才由央视报导证实 官媒宣称 习近平特别花时间了解藏族文化 还有大批藏人热烈欢迎 总书记到访 付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指出 习近平抵达前 拉萨市民就被严密监控 流亡藏人也控诉 中共持续对西藏进行宗教 政治镇压 但北京政府一概否认 这趟行程 另一个引人争议的是 访问时间点 自由亚洲电台指出 中印近来关系紧张 习近平到西藏是要维稳 但同时间河南经历 严重暴雨水患 灾情惨重 习近平没到灾区视察 却跑去西藏 令人质疑是否刻意淡化 灾情 减少民间 究责压力 《公事新闻》 舒凯林编译 吉祥物也是每一届 奥运的焦点之一 而这一次由日本全国小学生 选出来的未来永远狼 跟燃锦吉评价是相当的 两极化 其实呢 今年主办奥运的日本 正好是一个吉祥物 满坑满谷的国家 他们不只是能够创造 经济效益的玩偶 还有抚慰人心的功能 吉祥物是散事期间 另一个场边焦点 不过冬奥的未来永远狼 还有帕运的燃锦吉 要成为人气玩偶不容易 因为在动漫大国日本 对手可是多得不得了 不论是陪伴孩子 长大的宝可梦 还是经典的超级玛丽欧 或是台湾最耳熟能详的熊本熊 在日本这些可爱的卡通人物 随处可见 吉祥物比比皆是 简直令人眼花缭乱 法新社形容日本人喜爱 吉祥物的现象 到了疯狂的程度 在日本 吉祥物不只可爱 也能替企业和公共机构 营造形象 近年火红的传离金 是东京附近的传桥式的非官方吉祥物 设计者结合当地地名与盛产的日本梨 塑造出一个性别不祥 有过动倾向 而且相当呱躁的角色 鲜明个性 让他在推特拥有百万粉丝 专家也指出 日本人对吉祥物的热爱 来自万物有灵的宗教信仰 这种热潮 甚至吹声出 专门的吉祥物训练学校 吉祥物还能带来商机 传离金有自己的专卖店 台湾熟悉的省粉熊 去年则为当地企业创造 一千七百亿日元的经济效益 抚慰人心之外 这些可爱的玩偶 也成为经济的重要推手 公示新闻 徐万林编译 联合国的世界遗产名单 又多了九个新成员 其中大部分都在欧洲 包括了十一个地点的温泉名胜 以及法国的灯塔之王 而中国福建省的泉州 也榜上有名 当游客搭成小艇 抵达坐落在法国西南部 吉伦特河口的哥渡王灯塔 立刻被这座灯塔之王 所深深吸引 这座灯塔建于十六世纪末 是著名工程师迪弗瓦设计 十八世纪末由特雷尔改造 四百多年来 在风浪中屹立不摇 除了建筑静雕细琢 令人惊艳 登上塔楼 还能眺望大夕阳的无地海景 游客络移不绝 如今又多了世界遗产的光环 原因是它不仅延续古代灯塔传统 发挥领土标记与安全工具的作用 也展现出新航海时期 灯塔建筑的艺术 是航海信号的杰作 同时入列世界遗产的还有它 位在西班牙马德里市中心的 普拉多大道和历史公园 历史公园看成马德里版的 中央公园 里面有一座水晶宫 是十七世纪西班牙国王 菲利普寺市下令建造的皇室花园 直到十九世纪末 才开放给民众做游览修器之用 而这个可以惬意泛舟的人工湖 也为公园增添浪漫风 平常不仅是当地居民休闲的好去处 也吸引外国游客前来一探究竟 而在公园附近的普拉多大道 除了同样绿树成绿 还有三座美术馆坐落起间 雷尔国教科文组织说 这里展现了十八世纪城市空间发展的新理念 艺术和科学领域 以及工业等用途的建筑相得益彰 因此值得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好好保存 至于中国福建的泉州 也因为在十到十四世纪宋元时期 作为海洋商贸中心 至今仍保有许多宗教建筑物和大量遗迹 今年深意成功 宋元泉州是当时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港口的 杰出范例 具有非常独特的发展的智慧和卓越的成就 使我们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宝贵的财富 这次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中国福建省福州市召开 总共在三十九个候选名单中 有九处遗迹雀屏重选 其他上榜的还包括沙烏地阿拉伯的西马岩化 欧洲斯巴疗养圣地 伊朗纵冠铁路 以及印度师婆神庙等等 公司新闻曾惠民编译 在部分民众的抗议声中 法国仍然通过了强制医护人员接种疫苗的法案 并且扩大了健康通行症的使用范围 从下个月开始 不管是搭火车或者进餐厅 都必须要出示完整接种疫苗 或者筛减阴性的证明 法国议会二十五号晚间 如期通过健康通行证相关法案 积极对抗Delta变种病毒入侵 掀起的第四波疫情 法案明定医疗保健部门所有人员 必须在九月十五号之前开始接种疫苗 否则面临停止的风险 此外八月上路的健康通行证 也扩大适用范围 未来成年人进入餐厅酒吧 和一些公共场所 搭长途火车和飞机 都必须出示这份 能证明自己完整施打疫苗 或者筛减阴性的证明 九月底还将扩大 适用到十二岁以上的青少年 初步预计这项措施 会持续到十一月十五号 法国南部大城马赛附近的 海滨度假胜地卡里勒鲁埃 已经提早开始实施健康通行证 当局设置多处筛检中心 方便还没打疫苗的旅客 自由进出室内外各种娱乐场合 意大利也将在八月六号 推出类似的健康通行证措施 首都罗马上个周末 出现大规模抗议 而以色列虽然有百分之五十六的民众 已经打完两剂回锐疫苗 名列最早解封的国家之一 如今同样面临 Delta变种病毒反扑 政府重新实施许多防疫限制 总理班奈特呼吁数十万 还没有打疫苗的人赶紧接种 否则出入公共场所可能受限 这引发了反疫苗者的不满 数十人聚集在总理官邸前抗议 西班牙同样饱受Delta变种病毒威胁 上礼拜出现单日新增确诊六万一千例 达到半年新高的惊人数字 各地疫苗中心排队接种的人潮 又多了起来 年轻族群也不像其他国家 那么铁齿 许多都表态支持打疫苗 西班牙过去四个礼拜 完全接种的比例增加了两成 到九月可能达到七成 一般把这些成就归功于 高效率的公共医疗体系 以及严格针对年龄组别 有序施打的计划 公式新闻 社会中医 好 接下来的焦点访谈 我们要邀请何思胜老师加入讨论 何老师我要问你两个跟中国有关的问题 首先是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上个礼拜首度前往西藏考察 却遭到了为什么不去河南 勘灾这样的批评 而在这个去与不去之间 你觉得习近平的考量是什么 当然这个时间刚好是错在一块 所以我这个 讲了 这个整个郑州发大水 这有点像大水冲到龙王庙 那时候是七月二十一号的下午的时间 那时候是 应该是在他们这个下班 傍晚的时段 那那个时候是从这个大陆 所揭露的新来看的话 习已经进入到西藏 那他的第一站基本上是到这个 到林芝这个地方 因为他要去乘坐 从林芝到拉萨的那段新的这个铁路 因为那段是动车 那这也是这个中国大物料 实现在每个行政区 都有这个动车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建设成果 那这个刚好是跟这个西藏 这个他们所谓的和平解放 七十年这个连结在一起 那当然这个他到西藏那去宣传 没有中共就没有所谓的新西藏 这些政机 那那个时候事实上 他已经到了西藏 那才知道这件事情 他只能够在当地 来继续完成他的这个行程 所以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到 这个郑州去勘战 那当然也被人这个讲了很多所谓的这种阴谋论 说这个地方基本上是他的这个 之江新郡 他自己的子弟兵 罗阳生 河南的党委书记 所以他不方便这个到这个地方去 不过我觉得就是说他基本上 就是说他也没办法预期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暴雨的一个出现 那突然在一天之内下了整个这个河南郑州地区 大概一年的这个雨量 那这个大概是他预先了 这个没有办法去预期到 那现在已经知道发生这个事情了 你觉得他应不应该去呢 什么时候会去 我觉得这个中共领导人有时候在天灾的时候 他们不见得会在第一时间就到现场 他们有时候会在事情处理的一段落之后 然后这个他才会去视察这个灾区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在未来也有可能 就是说在这个整个这个救灾 这个告一段落的时候 这个习近平在到当地去看 因为当时他也有这个做一些指示 他很怕整个这个水患之后 那会有疫病的一个出现 特别是现在COVID-19的一个流行 那所以我想这个 他事后应该也是会持续关注 这个灾区的这个状况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美国副国务卿雪曼 这两天到中国访问 他此行的目的 还有值得观察的重点有哪些 当然这个这个事情 刚开始是传出说他不去了 因为这个他似乎没有办法 这个见到中共的这个第一副外长 乐玉成 那不过后来这个经过协调 然后他们采取了一个比较这个 弹性的一个做法 就是跟这个副部长这个谢峰 事实上他当然排名比较后面 不过因为他是主管这个对美的这个外交 所以由他先来谈 然后在他谈完了之后 才由这个网易亚这个上场 来跟这个谢尔曼这个来见面 不过就是说 从这个他们所揭露出来的这个新闻 那似乎我们也很难窥知他们到底谈了什么 因为这一次跟阿拉斯加的一个状况不一样 他们当时是有开放媒体先采访几分钟 可是这一次基本上他们采取的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一个闭门 那当然从这个事前这王毅也这个也先放话 还有这个谢峰这个基本上在整个这个谈完之后面对记者的一个回答的时候 那这里面他们所表现出来都是中共坚持他的这样一个对美外交强硬的这个立场 然后强调的是在对美外交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这种这个去跟美国这个讲清楚他的红线哪里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纠错的这种 就是说对于美国在这个对中外交里面的一些错误 不过我认为说他们应该还是这个会谈一些比较具体的 那特别是这个像北韩的一个问题 那拜登也很希望 就是说在北京如果可以这个跟美国在这方面有些合作的话 那当然这拜登不会这个排斥 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可能从十月到十一月 从这个行程来看的话 就是说十月有一个G20的一个会议在罗马 然后如果这个十月这个条件还不成熟的话 十一月这个整个这个在东亚 东协的这个会议里面 那基本上拜登也会亲自到东亚来 那这些场合都有可能了 这个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这种这种 机会看到拜登跟习近平在场边这个进行一个非正式的这个首脑会谈 所以我想在这样的一个首脑会谈之前 他们双方这个先进行一些磨合 那这个应该是他们这个在外交上面所必须 OK好非常谢谢这个何老师今天的分析 那么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奥运是顶尖运动员的战场 不过在瑞士有一位前职业高尔夫选手 虽然三十五岁就罹患了帕金森市症 仍然不放弃对运动的热爱 他选择了登山这一条新的道路 希望打破外界的刻板印象 也鼓励病友勇敢克服身体障碍 双手拄着登山杖 在山间剑步如飞 现年五十二岁来自瑞士的奥伯森 原本是位职业高尔夫球选手 没想到三十五岁那一年 被诊断罹患了帕金森市症 这是一种脑部神经退化的疾病 会出现不自主战斗 肌肉僵硬运动功能减退等症状 对一位职业运动选手而言 这简直是世界末日 但是奥伯森不向命运低头 热爱登山的他 在去年夏天 翻山越岭走遍马特洪峰 白朗峰等欧洲著名山峰 在三个月内 完成建走一千一百公里的壮举 奥伯森说 他这么做的用意 是要向外界证明 即使他的行动力 因为疾病大受影响 但还是可以成功克服障碍 完成梦想 他也希望借此鼓励其他怕友 多做运动 我讨计划 我讨计划 奧伯森接受申部腦刺激植入手術 相關症狀獲得進一步改善 喜歡運動的他正計畫下一個挑戰 他透露將與水和自行車有關 奧伯森證明 就算罹患帕金森氏症 人生照樣可以活得很精彩 公視新聞總會名別議 謝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黃明明 我們明天晚間11點鐘再會 會員 跟她說明天晚安